是12天的,12天就沒有了一段錢 不是一年,不是一年12天 就是做12年 第六年就是12天 現在為止就是12天 7、7、8、9、10、11、12 就是全部加起來 就是全部加起來 還有呢? 還有? 他還欠了你什麼? 就是法定嫁人,勞工嫁 就是全部都幾千幾萬元 都是這樣兩個加起來 但是雙主要保不請一個病假 其實都沒有了 工商其實都不敢保工商 他都沒有給工商 因為你自己跟他說 你傷了 副過書 其實一會兒的同事可能會來的 就是他講一點 其實他都不介意講的了 他就是因為他被人偷了一些東西 那老闆就要他 即不一定老闆的話事人 叫他賠錢 最初就賠 過了勞工法例講的 賠了幾千元 分幾個月還 每人要賠五百元 只可以每一次單次三百元 他就不是這樣 接著他就寫了一封信給公司 說我不接受一個賠償 要跟勞工法例這樣賠 那他說 那他填 但是填那天呢 他跟他講 那天 聊一件事那天 他說可以這樣 但是要他寫一副過書 是吧 那時候他歌上 他跟他搶的 叫他來 叫他歌寫 就是這樣 那天去 那次又告訴我 那天 其實我之前叫他 找法馬公有組講的 叫他公司跟他 你可不可以講多一點點 其實他那件事是怎樣 被人偷發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件事 都很反映到這一行的一些 對 速遞其實有帶車的 他有帶車的 即是那些推廣 很多汽動東西 他都要拿車才拿到的 那很多速遞都是帶車出街的 那他有時候 有些寫字樓不讓你帶上去的 或者保安不會跟你看的 那他就要放在街上 那他就放在街上上去 做完東西 下回來就 被人偷了兩件件 那兩件件 還是很貴的東西 那他就報了警 其實 但是 那 那 沒關係 我沒有報了警 其實都是 速遞街一定是這樣 把周圍擺 每個人都把周圍擺 隨時都不見了東西 我都聽過其他公司都試過 就是有被人偷了一些東西 那 其實 速遞街宅 其實 我以前有帶車 其實很麻煩 其實 你怎樣看著這輛車 其實 很多要自己想很多方法 這樣 就很容易被人偷 就算我不帶車的 你隨時 不想拿進去這麼窮的東西 放在門口 都可能被人偷了 另外以前都聽過一些情況 就是譬如說 就是 相信做寫字樓工的朋友 都一定會遇過一些情況 就是你需要一些速遞員 去上來你公司那裡去拿件 或者是有些人約了上來送件 但是 很多時候一定是會有各種原因 就會有延遲的 那 你就一定會打電話去吹 那 我之前都聽過另外一個例子 是說 有一間公司 是 每一次有人去打電話去吹 他就會扣那個速遞員的人工 就是 原來這樣 就是有些公司是這樣做的 但是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合法的 真的非常之誠言 因為 在僱傭條例裡面 是很清楚 這樣有一系列的項目 是哪些才可以去扣人工 而哪些是 每一次是最多可以扣多少 譬如以 快活工有組 那位朋友仔的例子來講 其實是 所謂說 要扣回那件貨的損失的金額 其實是完全不合法的 原因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 僱傭條例 就是規定每一次只可以扣300元而已 而最後 那位朋友被扣了600元 也是一件違法的事情 不是說 每一件貨就是扣300元 這是一個錯的概念 但是很多時候 老闆就會利用 其實工人都是不知道自己的權益 或者當刻都不敢跟他吵 因為如果我一個月是賺幾千一萬的 那我為了那300元 可能沒有了份工的話 那就是很大件事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明了 其實老闆是有很多種方法 去逐少逐少去扣一些工人的人工 其實這件事 我們也是覺得 非常之不可以容忍的 偷東西其實 偷東西那些其實是 你也是找一些東西鎖住 車子 或者蓋住 其實都不是很安全的 不過都盡量找一些方法蓋住它 或者 盡量… 或者盡量放一些客戶先 就是幫你看著 這個… 就是… 那就是其事 實在 我想想回這個案子 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 現在… 是呀,那是我來的 那是我來的 我想想是不是就是… 可以說一下 就是 你說你自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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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知的 其實… 不是… 公司不知的 叫我發起一個聯署 其實… 其實… 是… 其實… 私底下 跟那些… 快晚工作組那些兩個… 就是有兩個的 本來有兩個的 就… 就… 跟他們說… 就是… 跟他們說我發起一個聯署 這樣 叫他們簽名 或者把他們簽名 其實公司是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 互彎這件事 都是知道的 是… 好… 那現在都開始人多了 那首先請過來聲援的朋友 都一起… 出來了先 是… 是… 想請過來聲援的朋友 都一起出來了先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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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呢 今天長沙環呢 下午呢 都是很熱鬧的 那… 那… 一方面呢 就有… 那… 那… 就是一個… 支持… 一位… 速遞工人朋友的… 追糧的行動 另外一方面呢 在… 長藝道… 深水埗公園那邊呢 也都有其他朋友 有其他的行動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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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勞工組 啦 和快馬工友組 一起去組成的 那… 勞工組呢 就是一個… 由打工仔去組成的團體 那… 那… 我們是… 就是… 全部人都是有自己那份工 不過每一個人就抽一些時間去… 我幫你 你幫我 這樣去… 爭取一些… 應該得到的… 權益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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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一些權益 那… 或者… 和… 同時爭取一些權益 那… 那… 可能會… 不止權益啦 剛才都說過制度上的東西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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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些… 你們才拿多少的責資才拿那些… 都是一個… 即… 制度上的採件呢 這樣… 即… 是… 那… 今天我們在講追討權益 和理追 那… 其 Amanda 其實是追些什麼呢 不如… 那… 那就由啊輝速壤 跟大家講清楚 nostril 我 parc spontaneous 其實追回這麼多認欠的東西啦 包括… 法定… 假日工資 wer… 這個… 年假工資 還有這個強積金 還有這個最低工資其實都給不夠的 我剛才都說過 他算我 不是算我回到公司那天那個時間開始 9點開始其實都差價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這樣明目張膽欠了六年的呢 他跟你說你是日生所以就不給了 其實這件事是合不合理的呢 合理的其實日生都要有的 你如果不是斷胎 其實斷胎都應該要有的 用另一個方法計算 但是他現在不是斷胎嘛 那更加要給了 斷胎即是斷胎四一八 他不是連續四個星期會斷胎的 那些其實都要有的 你不可能因為他斷胎就不給的 那些你可以用另一個方法給那些錢 可以計算另一個方法計算 也一樣要付大錢 那就是其實 相信都有一些朋友可能都會遇過這些例子 那就是老闆跟你說 你是長工來的 你是炒散的 或者你是日生的 所以你有一些權利就沒有了 經常都會包括了些什麼呢 包括病假 年假 勞工假 產假 這些保障 但是呢其實這些呢 就是一方面 即使他是炒散 什麼人都好 都應該要休息 都應該要有這些保障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他 很多時候更加是 考納明目呢 就純粹是 說你是日生而已 但是明明呢 你是每個星期 是做四十幾個小時的 四十幾個小時就 根本就不是什麼臨時工 還要做了六年 那所以這一件事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就不給這些年假等等的錢 其實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而且累積了六年之後呢 其實是加起來欠了阿輝 是幾萬元的 再加起來 老闆呢 因為要求他額外超時工作 所以他的工資 甚至是沒有達到法定的最低工資水平 所以這個老闆呢 其實已經是嚴重的違法的 所以今天呢就有 很多謝很多朋友 一起來支持 我這個追討的行動 其實現在都想來聲援的朋友去發言 那有沒有人想說 各位朋友大家 我是勞工組成員 郭文豪 那也是 現在是後任情景選區的區議員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 去到這麼遠都會來到呢 就是本身我們其實勞工組 就是不分各界 就是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追討行動呢 其實都會去協助不同聲援不同的工友 那我見到阿輝這個情況呢 其實是見到很多老闆非常之剝削 過往這麼多年裡面 可能不斷不同的市價 或者不同的勞工價 可能是就著覺得工友 他不清楚勞工法例的情況之下呢 就不斷去剝削 這次的情況這麼嚴重 就是超過六年的時間 所以今天我們都和很多的朋友呢 都出來是要聲援阿輝 也是要追討回他應該有的賠償 因為其實近來都有很多朋友 都在講罷工 講這些不同的情況之外 其實我們見到我們職場上面 都是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剝削 甚至被老闆呢 是不斷去欺凌 那所以呢 要更加多的工友呢 是願意走出來 今天阿輝是願意走出來呢 絕對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 我們見到很多不同的工友呢 可能都會被人剝削 或者有不同程度的 就是被人去 要去追退的情況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行動呢 都會更加要令到更加多的工友朋友呢 是願意站出來 願意一起站在勞工的立場裏面呢 是追討回一些無良僱主的 麻煩你 那今天來支持阿輝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阿輝是做速遞的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做人的抗爭 其實有時候都會令到交通不太方便 但是阿輝作為速遞的工友呢 其實他不但是沒有 因為交通不方便而去掛示威者 反而阿輝是其中一個 即是發起行業聯署 即是他們那個界別的 發起聯署的手足來的 那所以我們都覺得其實 即是速遞手足都 大家 到他有事 我們都要去支持他 是咯 那都是來支持大家不同的工友 那其實都是 大家工友都會面對著不同的困難 那即是例如是 假期錢都不給足這樣 這些我相信是 其實是很常見的 即是很多人都會面對這樣的情況 那大家都是要 互相支援互相親喚 如果不是 例如講罷工 那都是要大家互相支持 那才可以一起成好事的 那所以都希望 即是大家工友都關注回 如果你有朋友都是 咦我都是一樣 是 明明都是 日生打工 但是其實都是 每個星期都幾乎 跟全職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老闆又說 你日生就不給假期錢 那些不合理的都可以 打到來了解一下 其實是可以爭的 都一起爭 那我都覺得 其實就算 不是不夠 即是我在這裡寫了 即是假期錢要給足 盧空法要跟足 其實我都覺得 就算是 即是有些 因為我都知道有些老闆 就算是 可能他特意是 刻意 就是逃避那四一八的法例 即是可能是 三個星期 然後每三個星期 都是全職工 第四個星期 可能就叫你回少幾天 即是用這樣的方法 去不給那些假期錢 不給勞工保障 其實都是很不應該的 其實都是 勞工法其實是要改的 但起碼我們都見到 就是阿輝 其實他是 即是連基本勞工法的東西都沒有 那就更加是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 我都是勞工組的四年 我更加是全市公共的主席 就是阿輝 今天過來撐阿輝 聽到他的消息 他就是在公司做了六年 那些勞工家 病假 大假 公司都是沒有出給他的 這件事 其實這個已經是屬於一個 拖欠薪金的行為 現在拖欠薪金其實是刑事的 那他在 我不知道 現在的老闆有沒有看我們 有一個直播 他知道其實這個是嚴重的 刑事是要坐牢的 那很多公司都會借一些 用一些 來付一些工人的人工 可以這樣 又長江 一會兒又日生 一會兒又時生 那其實如果根據香港的勞工法例 4118計 那其實阿輝已經是過了 那他應該享有所有員工的福利 還有現在我們現行勞工法例的保障 但是這間公司 這六年來都沒有給過他 那剛才我問過阿輝阿輝都說 好像是二十幾萬 如果計足的話 那這個 這個數其實很龐大 如果有些老闆 仍是抱著這樣僥倖的心理 我覺得大家要小心 當你積積慢慢的那條數 是非常之龐大 如果你每個月清了去 咬了去 根本就不會令到你公司有些什麼問題出現 但是如果一次過 這樣其實是對他的公司很大影響 對工人都很大影響 是吧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裏去撐阿輝 去追回他應有的保障 他應有的工資 雖然我們現在的勞工法例 都是千瘡百孔的了 都是很難保障 完全保障到工友 但是我們要保住緊餘的保障 我們一定要發聲 一定要走出來 就像阿輝一樣 支持他幫一些工友去爭取 去追回一些的工資 爭取一些工人的保障 今天到我們一班人出來撐他 和他一起去他公司那裡 追回工資 我們一會兒都會有個行動的 交回我們的主持去說 大家好 我都是勞工組的成員 亦都是傳統化監察的成員 這樣就發覺其實速遞 其實就是油務的外判 我們發覺政府很多的服務 都去外判了之後 他們都是會被剝削的那些勞工 包括食環處的潔淨工 潔淨方面的外判都是 他們是完全不清楚 究竟他們的勞工權益是怎樣的 就算合約裡面寫了都好 但是工友完全不知道合約裡面的內容 哪些是可以保障到他們的 譬如說假期怎樣計 譬如說你病了之後又怎樣計 工商又怎樣計 還有一個好像剛才說的那些 譬如說有什麼損位的賠償 他們完全不清楚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被一些外判公司 去欺詐他們 騙他們 但是這些其實他們是應得的 我覺得這方面 勞工的權益的宣傳實在是很不足的 勞工處都集無旁貸 我覺得他真的應該要做多些這樣的宣傳的工作 才可以令工友了解自己的權益 然後爭取他們的保障 大家好 我也是勞工組的成員 今天這個運動我覺得是很值得撐的 首先是因為在過去六個月 其實有很多大大曬曬的行動 為什麼這個運動可以持續這麼久 或者這麼強大 都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學業的朋友 都站出來去生活 所以其實我們connect了不同的群體 不同的打工仔 不同的少數做藥 或者是domestic worker 其實當我們connect了之後 當他們有事 他們在他們職場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都很緊要 我們都要聲援他們 跟他們站在一起 如果我們拱進一個強大的運動 在未來有工會有罷工 其實這個是一個起點 我們可不可以connect了一些在不同的行業 長期沒有一個尊嚴勞動 或者勞動權益被傷害的群體 我覺得今天其實這個運動都是比較小 但是我希望在未來 會有越來越多這樣的行動 去撐回我們的手足 任何行業的手足 衝遞手足 廚師手足 他們全部都不是connect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一個起點 但是都希望可以有更加多人 一起來參與這樣的行動 大家好 我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其實我想大部份的打工的人都會知道 日常生活裡面應該最壓迫 最不平等 最不民主的關係 就是跟老闆的關係 很老實講 有時候對著官罵官 是容易對著老闆罵老闆的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最不平等的其中一個關係 我覺得阿輝和他的工友 這次都是很厲害的 就是可以這樣去面對老闆 在自己日常生活 這一種這樣的壓迫裡面 寸土必爭 每一分都不讓給老闆 就是不對的就要講 也都可以仍然撐到現在 那我也覺得阿輝他的努力 都帶給我們很大啟示 就是如果我們平日 是不是都可以鼓起勇氣去面對 一些日常生活的不平等呢 我想各位手足都是可以 在這方面朋友這樣講 就是如果有事的時候 一方有事八方支援呢 我想香港的勞工 還會這麼淒涼嗎 大家好 我都是一個炒省的朋友 這樣的人 我覺得這次阿輝的行動電話要撐 就是因為其實很大工的 其實都是 因為本身很多的韓國業 那些拖糧啊欠薪啊 都是無入無知 都是很應該用行動呢 叫老闆呢 是立即給錢呢 就好過我們 就是慢慢上勞工處 或者小哈審財處去搞的 很多時候翻十日工 然後呢 那個admin 然後等那個admin 有空之後三個月才催 你不催他 他就不出錢給你 這些無入無知呢 本身呢 是新的 甚至乎答應了你這個銀馬呢 之後呢 就講一個細數 那什麼呀 本身呢 我們都應該是 就是用多些這些方法去 所以 這個方法呢 就要多謝阿輝和勞工組呢 就是提供這個方法給我們 我覺得各行各業的手足呢 都要用這樣的方法去去爭 那至於為什麼 扣上了這個和理嘴的系列 今天就是和理嘴 那跟整個運動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很明顯呀 老闆呢 不守法呢 那些呢 就是叫做 那些就是把自己的 多些銀紙 放入袋 我們手足呢 不守法呢 其實是想這個社會 停一停一想 這麼爛的社會 我們還想要不要 那樣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就是覺得呢 那些在傳媒那裏講了 不肯食呀 那些不守法呀 那些呢 其實呢 很多是老闆的特權 我批 就是我覺得這個 今天的行動呢 其實都是 就是給多力了 我們很多個韓國要的手足的 那多謝大家 一方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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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請她說幾句 今次我來到最主要是追套資金 你要追什麼? 追扣了600元的資金 為什麼要追扣了600元? 因為我沒有兩份資金 正常被人偷了 以及已經報警了 為什麼要追回那600元? 因為你真的沒有那份資金 因為我覺得是很無理 老闆很無理 是扣過錢 實際上扣600元這件事 完全是非法的情況 第一,僱傭條例寫得很清楚 就是每一個員工犯了一個具體的其中 它有一個列表的就是 如果員工犯了其中某一些特定的錯誤 那它最多每一次只可以扣三個水 而不是扣600元的 首先在金額上已經錯了 第二,那個是不是一個可以扣新的項目呢? 其實就不是 因為它是被人偷東西 那件事被人偷了其實不是它的責任 那是一個罪案來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 整件事都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剛才有位朋友說到關於 今天和理追 其實很有理由相信 快馬公有組 面對那些 就是明明就是長公被人屈做日生 或者明明不應該扣糧 又要強行扣糧 這些情況 肯定不是只有這兩個人發生的 應該是有很多人發生的 所以我們希望下次和理追 就不是同兩個人去追 就是和盡量更加多的人去追 因為我相信這些事情 肯定路過的朋友裡面 肯定有很多都曾經發生過 在大家的身上 現在經常都會說 缺一不可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那工人的權利是否缺一不可呢? 工人的人工是否一元都不可以缺呢?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應該是很重要地去想想 尤其現在我們對於一些老闆的要求 已經是不同了 那現在開始講黃色經濟圈 開始會說有哪些老闆 是對於五大訴求 對於香港人的抗爭的表態 就是一些值得支持的老闆 但是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就未必一定是 因為我們勞工組之前已經接過一些求助 他說自己是黃店 但是實際上 他都是對於手足是非常之差的 那這個相關的報道 大家都可以看回老公組的page 所以希望大家在 我們現在開始在這裡 爭取一個 其實爭取一個 有基本的人身安全的社會 還有爭取這個普選的同時呢? 我們開始學習 怎樣在日常那裡就開始抵抗 因為現在大家都開始講在工會 講在罷工了 但是如果我們連自己的權益 都爭取不到的話 還講些什麼罷工 還講些什麼反抗呢? 那所以呢 其實這樣就事不宜遲了 已經講了很久了 我們是時候就 就上去公司去追糧了 那大家可以拿點東西 我們現在就會走過去了 很近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走過去了 這 這裡 我也敢把人幫忙 拜明找數 還我廉價 長公公日山 拜明好黑博 快明好黑博 探側公有 探側公有 一方有難 八方來援 一方有難 八方來援 探側公有 拖欠薪金 包括 還我 他們的僱主以418 用一個時薪和日薪 做借口 忽略這個418 其實這兩名出帝的從業員 基本上已經符合418的標準 也就是他們需要 享有完整的勞工保障 然而他們並沒有受到 所以他們今天 追討 做回阿輝共6年 被拖欠的假期的工資 另外 他幾位朋友 剛才他沒有說名 但是就是 被 因為他們送件 然後有兩份的件 被刀 然後被扣薪600元 然而根據勞工法例 最高的扣薪金額只是300元 同時 被盜竊也不是一個能夠 扣薪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們也是追討 這個 僱主對他們的 真金剝削 看見遊行隊伍的 後方已經是有 警員戒備 我們現在有兩位出發的 我們就 公司在 兩班 我們現在是 最討論他們 應該得到的 團員 我們說一下 這間公司欠了他們 什麼 欠了 欠了 欠了一個 法定的假日 大價錢 和獎積金 那些 為什麼會搶 每天都會搶 對 這個活動 是由勞工組 和販賣關注組合辦的 全部的 除了為那兩位工人 追討勞工法例的保障 和公道之外 也是想 希望組織更多的勞工階層 去追討他們自己的勞工權益 更加是為日後可能罷工的一些工會行動去鋪路 入交友 白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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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相信这两名工友的遭遇并非单一的事情 所以他们希望值此提高其他 可以换成其他劳工阶层 对自身一些劳工保障问题的关注 现在正在去涉事的公司去追讨金牙 刚才其中一名涉事的工友 他说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六年 并且也符合这个418标准 然而这些年价 我帮大家等一下 你很清楚,因為還有六分名 吳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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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吳智輝 吳智輝 吳智輝 金軍 吳智輝 謝謝 我們正在等升降機 他們已經分批了去攝市公司 追討他們應有的勞工權益 我們正在等蕾 正在等 recipients 我們正在等候 我們正在等候 正在等候 再等待 你們請他們 你們配坐 他們請坐 您請坐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我就去看一看那個單張 全部上班 日薪浩 基本上就上班了 好 好 所以現在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不是我現在不是有些 那有鼓主啊 出聲啊 有鼓主出聲 怎麼咬啊 全線一定會這樣 想給你 跟著我 左邊 揭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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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建日生, 黑購幾萬元, 黑購幾萬元, 日生要放假, 日生要放假, 快明快找數, 長公變日生, 合購幾萬元, 合購幾萬元, 大家好,我們是陸公組和快賣工友組,是一班打工仔互相幫助組成的團體, 我們今天來撐兩位朋友,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有些朋友在這間公司已經做了很多年, 明明它完全是符合長公的條件, 但是它沒有年價, 沒有大價, 沒有病價, 甚至它的工資是不符合最低工資的標準的, 計算起來是欠了它十幾十萬元, 所以我們今天是上來追討這個應得的權益的, 是的,我就是辦賣工, 有了一個日輝, 其實那些日生同時是完全誤會的, 其實你夠四一八就可以有那些東西的了, 就是這個一張東西了, 總之你連續四個星期, 回收十八個小時就有法定價的工資, 即有紅價錢和有大價錢,即是連價, 如果你做到我做教育員, 就有十二人價的, 而且一定要有工強積金, 工強積金和沒有工強積金, 工商又沒有, 要爭取才有, 一個同時爭取才有, 那些日生他都不給的, 差了很多萬, 不知不知萬多, 可能是二十幾萬, 之前我都寫了一個要求書給他們的了,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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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廉價定價 但其實這個概念是錯的 因為勞工法例早就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只要你的工作時間是滿足 每個連續四個禮拜 每個禮拜的工作時間是超過18個小時 你就可以享有有薪的廉價 有薪的勞工價 而不是你有家幫但是要扣樑 其實這個是一個完全是錯誤的概念 而且這一筆數是可大可小的 你想想如果你每天的人工是三四百元的話 那麼一年它已經是欠了你多少錢 就是7加15,19乘4,400 就是欠了你八千元一年 一年欠八千 我們真的不在一起做生意 一年欠八千 那麼六年就是欠四萬多 大家還有沒有單張嗎 有有有 有有 這個人 站上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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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今天就是來向拜明追訴的 各位朋友如果你是日薪的話 你就一定要聽了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得知這間公司 就是對於日薪的工人 就不給一些有薪的廉價 實際上是大概每一年 就是黑扣了它七百幾百百元的人工 也就是說 你每做一年 你做兩年就是扣萬六 三年就是二萬七 四年就是三萬六 五年就是四萬 等等 如此類推 你可以想 你可以數一下其實 實際上它欠了你多少錢 我是不是一定要去找個找數 那這一點就 大家真的要想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所以就 不只是為個別一兩個的同事 去爭取回應該有的權益 而是呢 我們希望所有的日薪 炒散的朋友 都可以拿回 明明法例規定 可以給到大家的權益 其實呢 其實呢 我是想 其實 泛馬公有組 呼籲大家的日薪 或者不是日薪月薪都好 是司機都好 如果有不公平的待遇 請你加一個泛馬公有組 讓我們一起去爭取 即使今天這件事被我解僱 都不要緊 因為有兩個同事 知道我們兩個電話 可以問一個叫阿娟的同事 和一個叫志明的同事 不問他拿電話 即是他找我 即是找我們拿電話 找我們就可以了 是的 這樣 快來走數 滴先生 你知不知道 你快要落冬法 走數 滴先生在哪裏 炒數 出來 炒數 滴先生 出來 是不是在吃飯 就算你炒了也沒用的 你炒了我 你還要賠償普普普金 你還要給我這些錢 還要補充之期 補充代支 補充之金 快來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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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先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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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現在我們還氣氣 你們還可以有些貨出出入入 很希望快點找一條數 你做老闆 你計成本 你自己很清楚 我 你不是生了門 不要做生意 一個件 你做不到 你虧多少 你罰你同事 做不到一個件 你又請他們抽多少水 你心知肚明 如果你說你不虧的 OK 因為根本上 你沒有 那些工也派不到件 其實你沒有虧的 OK 那為什麼你 工也派不到件 你要扣那麼多數 為什麼 那你不自在的話 那你也不用送貨了 今天 趁現在大家下力氣氣的 清掉一條數 好看 那不如 那不如 現在整個公司知道你犯法 是不是很開心 好多部機拍在公司門口 石山 不知公應商是怎樣的 其他公司 怎麼看 不要說其他公應商 上面都尋見到 你都笑到面孔 是啊 嘩 有一段時間追 真的有一段時間追 你 不知一個人 不過 等一下 就不要再隨便 長工變日薪 長工變日薪 合購幾萬元 合購幾萬元 假期要有薪 快明要找數 人人都有份 日薪都有份 日薪都有粉 其實我們都知道前一陣子已經跟公司有溝通 不知道當時他跟您說過什麼 哦 他說 我找勞工組問了之後 他就在燒頭組區長 不知道是區長 或是區長 就叫我日生要轉月生 燒頭組就說可以用日生計強積金 但晚一點他就回來下班那段時間就說 他就說你一定要轉月生不是就炒你 我又搞錯啊 他就說要轉月生才有那些東西 他說要轉月生才有那些東西 日生就沒有 他就說所有同事都說要轉 將日生全部轉到月生 第二天我就揭爆他 將他那些東西說給其他日生同事聽 就是要轉日生要轉月生 他就立刻找另一個人跟我說 叫我寫要求那些東西不會炒你的 不會炒你的 不會炒你的 他就轉日做一趟 日生也會炒你的 那他就 他就寫什麼要求都可以 他說你追人 他就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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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追錢 他就追錢 不會炒你的 天啊 墓門 用乳餐 把舊飛機 是巴黄金 帶來給朋友 他有很多驚訝 他就是我們的客人 是他 $$$ einfach 他不行 我去我去等 我去等 你走 這辣去 你叫我把人走地 是啊,是啊,你們幫忙現在要找人救的公司 幫忙在這裡 不是,現在看到了,上集看到的下集就可能不在 請問阿輝,你那時候聯絡公司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聯絡是上個星期一 就是找勞工組先問的,問了先的 跟著第二天就找,剛才說的,找個居長來問 之後星期三呢,都爆了去改變制度之後 然後呢,就找個另外一個同事,都說得事的同事 來跟我說,說你不會炒你的轉日生 但是你可以照介 照介,以後就算在這裡做,日生都可以給你 你什麼要求都可以說 我帶了星期四,就帶了要求信 寫了他欠多少錢,以後要怎樣,那些給我 可不可以講一講,其實你以前翻譯的時候 每一個星期你是做多少日工 大概每日幾多小時,是不是 五日半 不如說你從頭開始,就是你什麼時候做了 做了多久 我2013年6月25日入職的 那時候他公司計算是十個小時的 那其實我不可能這麼晚上班的 九點上班的,一定比九年 所以其實不止十個小時 即是每日十個小時幾多時間跟你說 所以每日十個小時幾多時間跟你說 每日五日半,即六都回 即是當日生那麼低 是的,日生,我自己是入職的時候 我申請日生 日生就是每個小時幾多錢 每日就回十個小時 2013年的時候是300元 最低公司300元 每天是300元 星期六就半天 甚至減一半 之後有貼整過 最低公司加起來 現在是360元 但是過去六年來 你試過請病假那些都沒有 病假我沒有請過病假 六年來你都沒有請過病假 所有年假老闆假 全部都沒有 勞工有得放 就沒有錢 店家那些 店家就沒有 勞電理都沒有 我們追索 追索 拜明走索 你們都很快日新同事 不跟勞工 你們有隔起公司 日新有隔房 執政信有隔 拜明要找數 拜明要找數 扣幾萬元 扣幾萬元 市產價都有很多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們知道這間公司 會跟一些日新的工人說 你是沒有大價沒有病價 沒有市產價沒有勞工價等等的價 但其實這個完全是一個 騙夠人的概念 它相等於每年 扣了你七至八千元的人工 其實這件事 是非常之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跟阿輝一齊 回來追上這麼多年 破獻了的勞工價和大價 另一方面就是公司 要求你在額外的工作時間工作 其實已經違反了最低工資的標準 所以我們也要追上那個差額 對 因為剛才是講到 一、三年開始 真的六年了 現在都八、九、九、十二月 都過了五年了 跑數啊 然後就是追上了 剛才那些 艾強職都沒有工 剛才都很談的 那你有沒有上來勞工處 沒有 其實是打算來直線追的 但是現在既然不如追開 就是有個組 就不如追 用這個組名去追 還可以更快一點 我覺得 關於勞工處的問題 沒有朋友可以講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從工友去到公司門口 那些老闆都會說 你們可以去勞工處追 但其實是個老闆卸博 然後呢 一個會員可以選擇去找勞工處 或者勞審處去做 但是問題是老闆自己走一走 其實打工仔是可以用 任何我們相信的行動網絡 追討也好 行動追討也好 去找你 因為去勞工處 其實反而是要請假 調解會其實也是沒有任何 法定判決的作用 再去勞審處 其實根本整個的步驟 就是偏光了老闆 他可以拖著你 等你自己去勞工處追 所以跟著去到勞審處的程序 可能已經去到整個兩個月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勞工處比較 管理工友去直接的行動去追訴 快名要找數 快名要找數 日生有價貨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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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克扣幾萬元 快名要找數 販命要走售 所以我們不厭其煩再講幾次 其實就是這個 無論是日薪的工人也好 月薪的工人也好 他都是受到庫傭條例的保障 都是可以享有有薪的年假 有薪的勞工假 有薪的命假 有薪的產假和時產假 不會是因為所謂的他做日薪就沒有的 所以如果被剋扣了勞工假、大假等等的話 其實相等於你每年被人扣了七至八千元的薪金 其實這件事是你可不可以接受呢 當然我們呼籲更多的朋友一齊出來跟阿輝一齊 如果你出來的話其實你不是撐阿輝 只是撐回自己應該得到的權益 因為這間公司很明顯是嚴重的違法 譬如你可以說一下那個低個最低的公司是發生的 是甚麼一回事的 但是蔡蔡蔡因為我們上班是回九點開始的 但是我們沒有可能九點回來的嘛 那現在是九點前的 但應該九點前是應該計算的 因為我們回到公司那一刻就應該計算的 那就是他這樣就不達到最低的公司 少了幾個小時 是不是 他現在計算九個多而已 那一次十個小時都沒有了 三個六十塊 三個六十塊 他給我那些三個六十塊 公司給我三個六十塊 十個小時就三百七十五 不知道三百五十個小時 因為十一個小時 他發發給人家 不是 不是 剛才說過 不是 這個 差很多 不是 是 是的 兩千半才走的 我們 那些半才出的 是 找入面 是 找入面 找入面 坐這裏 嗯 嗯 他應該有分隊彈 嗯 嗯 我真的想再問一下 你剛才就說 上個星期一都跟公司商討過 那他就後來呢 就改口就說 就是你日生都可以享有 就是這些福利 那我想問他即期後 就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星期四給了他 要他星期五簿的 但是他沒有簿的 就是之後就沒有 不知道沒有什麼 接著找剛才那個組員 那裡去罵 接著就罵他 就把那些個人的 就是習慣夜變成個人 就是 不關他的時機 就討生 討生 討生 那些東西 那他最新的情緒 他就跟你說 就算你日生的時候 都會給回農工家和年家 對 不算日生 不算月生都可以給回所有東西 就是那些計 計算給我 就是在說 即是可以 都可以 都不會炒你 就是計算全部給回你 那就是是不是現在來說 就是你日生都可以有這些東西 但是 就是過去的東西 他就沒有跟你說 但是他可能沒有答覆 我也不知道 現在是 明白 師傅 不要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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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有車進來 我們現在就是在攝氏的公司門口 眼前 勞工組和家 工友組 正在追討 正在追討 沈山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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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代表如果再不出來 我們就進來了 其實我們都上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都是無謂浪費大家時間的 所以如果公司代表不出來跟阿輝談的話 其實不如我們反過來也沒問題的 我們進來一起談也可以的 大家是不是OK的 大家可以吧 攝氏就是這間公司的兩名速遞員 一名就是被非法扣身 另一名就是 13907 新的兩者 我們站在這裏 我們站在這裏 天正我們站在這裏 天正我們站在這裏 我們站在這裏 站在這裏 我們站在這裏 我們站在這裏 辭先生 我們站在這裏 怎麼會到這裏 好 我們站在這裏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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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新的人呢 其實都可以放途中駕放大駕 而且應該是九新的 但是呢 我們這位朋友在這裏做的六年呢 其實他都是沒有得到 所以他總共拖獻了四萬元 再加上呢 再加上是因為他被 他被要求呢 在一個額外的時間去工作 其實他是 他也是 這裏公司的標準 所以其實這間公司已經是嚴重的違法 我希望公司代表可以立即出來交代 你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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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出來吧 好啊 即是你左供有穩食就可以 是嗎 現在 你不出來就不行 是嗎 是 你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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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吧 就會叫你老闆 這裏便叫你老闆吧 不是阻止他的粉碎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還沒綁完 他說他救了 你綁完 如果你猜他就先走 鑽香了 美國政府支持您的支持者支持您的支持者支持民主兵 我們支持民主兵的支持者支持民主兵 馬上出現她的支持者支持您的支持者支持 支持者支持民主兵 是不是有本理陳代表可以出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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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追... 等一下先說 不好意思 現在正在追... 郭席哥 照片的路線是出來的 但路線又不出來的 所以就可能要稍等 不好意思 可能要稍等 是的 其實老闆或管理局 他出來我們是在這裡處理的 但他又不出來 現在要人家再等 那現在出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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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的傻了 你聽到 你給我一個人 給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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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一個人 給我一個人 你給我一個人 給我一個人 那你和警察 現在不是和警察 有沒有分別 那你沒有死後運氣了 我覺得現在就是擋住了 你要被人偷 給我一點時間 你給我一個人 給我一個人 你給我一個人 給我一個人 我給你一個人 給我一個人 一人去找這位 你以前想知道 你現在是有用人啊 你現在是有用人啊 說什麼粗口啊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啊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啊 沒有人說過粗口啊 你們知名人 不要說小雲同本 你現在是在做什麼 我現在是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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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那你講什麼粗口啊 我不是我去審問我 你還在做什麼 好啊 實在做什麼 那你進去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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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不小心 我真的不是我真的 又不是老闆 關什麼事啊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你這個牛座嗎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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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搞定 他在做什麼 我們現在是在做什麼 的 blocking 再尧眼 你們這個剛剛 怎麼回想 等於老闆 那你們呈不해야 firame 我對 有甚麼 我沒人 這個地方 現在是你成人 好 大家是在做什麼 給你們看看 但現在第一天開始 要大的 我們現在是過元的出 根本會上一大路 那天才是牠的 那天才是牠的 我現在是牠的 牠的牠的牠 你牠的牠 牠的牠 你牠的牠的牠 沒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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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你牠的牠的牠 很漂亮的 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的 打人有個摸人的眼睛 有個搶的 沒有人搶我們麥克風 有的 你這個房子叫人老母 那條數怎麼算 是不是老闆出來 現在 你踩出人一腳 人家說我的數話 你更介意 不是 你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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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人 你吵人 你吵人 剛才你同事說要開門 你同事說要開門的 說要七日 條路大點 我們就開給你 現在你有三門 要推親人 大家聲良都可以的的了 對門開定身 請各位同事自熱 你家公司是曾經 因為有同事公身 而不肯認數的 請這間公司的同事要留意 這間公司曾經有同事工商 想不認數的 希望大家要留意和留心 其實我們可以在外面談的 沒有理,就是這一個地方 你老闆拿出來便行 在外面談良好,就很簡單 別說在這裏說 沒有理由,這個遊戲 不過我們到時候再看 大家看待會後來 等5分鐘 不如大家就等你好 我們5分鐘 我們5分鐘 今天就有两名出计的从业员 就是要向涉事的派名有限公司 追涂他们应有的一些劳工权益 包括其中一名工友阿辉 就是工作六年 但是明明已经符合了 明明已经符合了4.18的条件 就是在劳工法例上 是能够获取传授权利的同事 但是就... 但是公司就是没有... 没有给一些有新的劳工价和... 年价 所以他... 他现在公司还有六年 总计已经是上万元的薪金 就是这些... 年价与劳工价 另外就是有扣身的问题 有名的速度员 就是被... 有名的速度员 就是被... 就是因为有两件件被盗窃 然后... 公司就是在他人工扣我600元 那就是... 那就是... 快离找出 快离找出 懲罰他 然而... 根据劳工法例 扣身最多只是300元 所以... 已经是... 违反了劳工法例 但是... 已经涉事的工友 暂时就没有去这个... 劳工厨 所以... 才来到这里 看这个追涂薪金的... 行动 暂时其实是不追涂薪 是不追涂薪 但是... 大家都在处理 我怎么也有... 我们一路都... 我们一路都沒做 我们一路都没有做 我们一路都没有做 我们一路都没做 那种人 我们一路都没有做 不说要有一路都没有做 所以... 其实我老大 就是我老大 你出来 你出来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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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天口 你出坑一人 在那裡 有些甚麼不可以讓你的同事知道 是不是 他們不想他們不知道日新原來可以有六公假 除了今天說了那些壞事之外 還有這些那麼壞事 所以才知道今天這個情況 今天班公推入幾次 明白 所以其實是很無理 不好意思 想問公商 你是現在公司的人 我不是 我是事主的好朋友 想問公商那裏 剛剛你又提到公商 可以多說一些公商嗎 其實我都知不到 我都是聽班公有做的公有轉聖 就是有同事出來滅差別人 公司原本就不打算報公商 也不打算有這些人陪伴 後來都是伯伯公有做這件事 即是跟老闆要求 他們可能都想適時零日 才做回這應該 原本老闆要做的手足 睡得很快 即是醫藥費 好 還有三分鐘 好 還有三分鐘 好 因為公商的意思是 即是 即是 suppose 所以還是 因為公商要上班的工事 所以還是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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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就沒有 對 現在呢 因為雙方說會冷靜一下 現在這個買工友組和老公組 會給5分鐘 一個快明有限公司 去 去處理 所以現在就是在門口等著 今天這裡 要不給別人入 沒有冷靜一下 哈哈 不要看 不要看 他還不懂 沒有冷靜一下 沒有了 老公是不是想著今天下班 怎麼下班 演身 還有兩分鐘 對了 那這個 是我的 勞工法 勞工保障 行動 主要的起因 都是因為兩名工友 因為 剛才那兩個原因之外 其實也有提到 發明的限公司 其實好像違反了 最低工資 根據他們的計法 就是 阿輝的實際工作時間 是10小時以上 而他們公司 就是計9點5小時 然後 實際上 最低工資 是時薪 那些 現在他們 都說我們 不行 不要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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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不要動氣 你不要動氣 不要動氣 你不要動氣 不是動氣 我在早上 我老闆OK 你什麼人家都有 家畢竟也有 我長江 哎呀 那你為什麼不跟別人家公有章 我不是這樣的 你也是這樣的 你自己有 自己有就不想人有 你自己有就不想人有 你自己有就不想人有 我怎麼會這樣 你自己有什麼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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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有嚴格 其他人就 其他人欠 其他人欠 就這樣指手滑腳 打人 就是原來 你不要動氣 我以為 我知道你有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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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你不要哭我幾天 你不要動氣 這間公司都不想有 你放心 我一定有 公相 任何人都有 我知道 不要動氣 你不要動氣 你不要動氣 不是動氣 你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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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什麼都有 我告訴你 原來你這麼對其他人 那我也知道你不想聽 他解釋 你只是說 你只是說 你不是很大經濟壓力 你這麼多的經濟壓力 你不是很嚴重的話 你不是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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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問 我叫他回來了 那除了 剛剛有提到 這個最低工資的問題 那還有這個 這個年嫁和老公嫁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用日薪計 僱主就是用這個藉口 讓他們嫁及不計算薪金 除此之外 我們問了一些現場的人 他們就說這間公司在工商方面的處理也不太想 就是說有員工遇到工商 但是這個僱主就不幫忙去處理 而是這個工友 透過這個販賣工友組去爭取工商 這個僱主才去這間公司才是 習慣了做牛做馬 所以幫他申請這個工商 然後再賠一些醫藥費 還有 付款醫藥費 除此之外 工廠 出計工友也有說到 他們現在的日薪是沒有合約的 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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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管了 你得不到你 剛剛被輪先生時間也差不多 來吧 想問那邊怎樣 並且採用日薪惠油 那就... 不當他滿足這個418... 那其實如果... 就算是計日薪的勞工 滿足了418的要求的時候 那其實也是有這個... 應該要得到這個勞工保障 那418指什麼呢? 連續四個星期每週 至少18個小時 就是這個418的2 現在繼續在等... 這個攝市公司的... 回應 原來就是李泡楠 哦... 是不是要檢查一下 好... 那剛才呢... 那位... 阿楠... 是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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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負責人 這樣就說呢... 是會15分鐘呢... 就回來的 那之後呢... 是... 他就說那個不是滴山來的 那是誰呢? 那就... 還有疑問了 但是明明... 在這裡有品購人糧的... 那幾個負責... 那幾個公司代表呢 都是在這間公司裡面的 是... 是... 那... 喜歡這間公司提及啦... 這間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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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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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 不要擔心拍... 很正常... 很正常... 我們犯什麼犯啊... 咦... 那我都想啦... 老闆犯法... 你一起幫忙啊... 如果你覺得好犯法... 要... 你不要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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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其實我們沒有... 其實我們沒有阻礙你... 其實... 其實... 不實際... 拖欠薪金... 就是刑事罪... 但是追套薪金... 就並非犯法... 你老闆回來斬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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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啦... 那又是啦...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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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 其實這間公司... 現在是為了... 甚至... 他們的薪金... 是低的... 所以... 就... 如果你想說犯法的話... 就應該先告你公司... 你老闆回來斬數嘛... 你老闆回來斬數嘛... 這間公司... 我老闆回來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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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商... 不知道會不會... 賠買薪金給你的... 今天公司有飯... 沒有人出口... 你們找個老闆回來... 找我們來聊天... 沒有人出口... 我老闆回來斬了... 找我... 我老闆回來斬了... 最多喜歡你三八... 我老闆回來斬了... 其實... 我老闆回來斬了... 證件... 證件... 我現在說老闆回來斬了... 我現在... 我做勞工的... 我清楚... 原來你做勞工... 什麼都不知道... 你給別人了... 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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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老闆... 你有沒有... 公意給別人... 那我就... 那我就沒辦法了... 證件... 我是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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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間公司... 在一個... 聲吐過程中... 其實依然都是... 仍然運作中的... 如果... 照這個... 照這個推論... 那... 早兩天... 有間標譜給人打劫... 你知道嗎? 那... 那些員工就沒辦法了... 如果銀行未打劫... 我也是... 那些員工是否要賠呢... 你之前呢... 我也是... 那我才是說我們事啊... 不要... 現在那個... 外公友組合 conos... 相與老闆組合... 其實... 順便呢... 向這間公司裡面的一些員工... 去... 再宣量這個... 老闆法例... 原來發現這間公司的部分員工並不在意勞工法例對他們的保障 認為現場的人都比較多事 我的位置很生氣 我請人家追求了 我就是不說了 甚麼事 講明了 你說不懂 你會跟著我一起去跳 我上樓的 打環共生 我沒有特別拍到你們上的 我 einfach拍到我去旁邊 我都明白這間公司是女生思義的 她是女生思義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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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裁的一些說法 為了違反了最低公司 也有剝削到他們一些 拖假期公司的問題 在公商 也是遇到 沒有主動為他 沒有主動為他補公商 另外在購身方面 因為公油 被盜竊 一些郵件 導致被扣身 扣多於法定能夠扣身的金額 多於一倍 其實 從勞工法例來說 被導師其實是不應該扣身的 但是這間公司就扣了 一些速遞公油的工資 不是啦 現在我們把錢是把老闆的錢 不是把錢 大家的錢不用太緊張 追到不錢的話 大家都可以跟著人追 跟著不錢大家都有份 所以不用太緊張 這條錢幾時拿得多好 就是很簡單 就是呢 聽說呢 這間公司呢 如果政府加最低工資的時候呢 都借一些椅呢 就是不加最低工資 但是呢 為什麼會突然加 又加得回呢 其實是有原因啦 當然不是因為老闆轉死性 因為有一些同事 自己就在這裡爭取回來的 所以就是說 那幾個同事 他們做的事呢 就不只是令到自己得益 其實是所有人都得益的 你可以說一下 有件事 他應由我 今年啦 你說 幾年前 即17年那次 我去問老闆 那我就理回我 那些不追的那些 就遲了一兩天才有 今年就是因為我 在街上貼了一些紙 即是 即是 我有一張紙 它叫提醒 我要加了 因為五月一號要加 最多公司 三十七個片 那就是下面寫了一些 現在 生前一百萬公司 有早去臨電 寫了一些東西 接了公司附近啦 包括公司招聘的Ika 那他就是 之後就有些同事 周園不是同 早上同事也有加 但是大部分都有加 來來來 所以說其實 班子不應該遠 這一位 我發現大家是應該多謝 因為如果 不是他一個人 去出來爭的話 其實可能 大家是 繼續每個月 每個月 不停欺騙 不停給老闆幾個幾個水 這樣欺騙 那難道那些 又不是阻礙品 食嗎 但是其實現在時間 已經到了 剛才那位阿南 是吧 給15分鐘 就有公司負責人出來聽 不知道公司負責人是回到來未呢 想問一下 請問有沒有人可以說 公司負責人回到來未呢 先進去 去辦公司負責人 在那邊 你不停 才剛才 你去辦公司負責人 你不停 都沒人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 beg晚了 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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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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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